大家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六节目的日子是2020年10月2日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尔德台仰 还有社长Raymond王 大家好 还有在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早上 希望各位点赞订阅和分享 同时也可以大家多点留言交流一下 继续装大我们这个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就和大家又回来说 台湾与香港的问题 试园有一位香港的演员 竟然出席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里面 还发表一些很有趣的讲话 是啊 他其实是入了直中华民国的了 这个老牌香港演员 牛精凡 很久没见他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看他们的 搞笑 但是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很不喜欢拍这些笑片 是啊他说自己是文艺戏比较多一些 还有他也是一个叫民国L 就是 那是挺同情的 他受过很多个台湾媒体访问的 其实他说他心中只有中华民国 因为其实他也是属于中华民国为神为民 好老牌 是啊 但是他说自己就比较喜欢台湾 应该将来就没什么机会回香港住 努力学习台语有没有记错的话 他就这么说过 不过这么说了 其实牛精凡 就是冯瑞凡有一出戏 都算是好看的 就叫做《癫佬正传》 就是《秦配讲有杀无陪》 就是拿着把刀 有杀无陪的那个情况就是 那一出戏就是冯瑞凡做一个社工的 那时候做社工都很惨的 那当然啦 不是说社福界 就是我们说社福界有问题而已 但是也不是说整个社福界有问题的 那好啦 说回这个冯瑞凡说的 邵家春就不惨了 对社工 邵家春那个问题就是 他执着了某些人的福祉 就不理整个社会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是 那不要紧了 这一节当然要说回就是冯瑞凡他说的东西 那国民党前天就搞场国际民主沙龙 那又找了冯瑞凡去说话 那冯瑞凡就说什么呢 他就亲男反共的政治立场 那自称就是中华民国派 那就主张两岸要统一 那都表明对这个国民党过往的深刻失望之后 希望这个国民党现在的主席江启臣 可以带领国民党抓回党腕 更加说这个国民党不振作起来 中华民国就没得够了 那冯瑞凡他说的东西呢 其实有点像新党的人说的东西 都是的 其实他也是 因为他没有记错的话 他爸爸是唱粤曲的 他应该都在内地出生的 我记得上次的访问都是这样 他在广州出生的 是 他在国告内战就先去到香港的 之后还好像回到广州生活 没有记错的话 他那个时候说 所以其实他都说很怀念 民国时代的广州 他很有趣的 他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说 其实他和他爸爸就是回过去广州 因为统战到搬回广州生活 他说第一次回到广州 看到共产党的统治 就觉得令他触目惊心 他说每一次回大陆看完他爸爸之后 都会尽快回香港 觉得香港是天堂 和大陆是地狱 他说了很久以前的事 还是比较较落后的年代 之后他还说自己坚决反共 原来他已经在台湾定居三十多年 我以为他这几年才去 其实他就说我最討历的是马英九 因为他是个买国策 他说这个冯水凡 江启臣他当然会有介绍冯水凡 他说冯水凡 我小时候都是看他的戏大的 今天请到冯水凡来说话 都说得很特别 更何况冯水凡非常支持中华民国 已经入籍中华民国三四十年 这样的讲声就很特别 所以就要找他分享内心对中华民国 对台湾的一些说法 江启臣就做些高帽给牛精凡说 但其实牛精凡原来 整天在Facebook那里咬国民党 那国民党为什么会请他来呢 不知道 那就推不了了 去到当然要讲真心话 中国国民党是历史政党 是革命政党 是建立中华民国的政党 应该是一个很伟大的政党 接着就有人咬这个 当然咬这个冯水凡 就说他是寄生中华民国的人 他就说他这样很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曾祖父和他父亲都是广东人 在中华民国广东省出生 为什么不是中华民国人呢 嗯 他这样说就对了 逻辑上真的通话说 他接着就说他在中国淪陷 就是淪陷 应该讲49年 他讲的淪陷 去到香港成长的经历 就辰转去到台湾定居的过程 中间当然他父亲也是演员 又搬过去广州生活 那里暂时就不需要 细节不需要讲 因为他都没有讲到细节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父亲是谁 很坦白说 那冯水凡就自己说 在我心里面倾向国民党 热爱中华民国 坚决反共 原来他曾经做过新党的个人义工 新党几个人的义工 是啊 是啊 他有一次就穿着这个运动鞋 戴着个铃头 准备和民进党的人 打一场烂仔交 这个牛蒸饭 真是去台湾 牛蒸的 死性不改 麦靖你好 大家早上 狼头 冷土 是啊 狼头 民进党 反中 反中 包含了这个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国民党不振作起来 中华民国就没得够了 当然有说到统一是必须要统一的 当然是中华民国统一 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 只要民进党下台 国民党就可以和中共坐在那里谈 他这个政治立场就很清晰 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国民党 或者是中华民国的遗民 在这个背景下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看法也很合理的 始终一心向党 向中华民国和国民党 这样的立场我觉得无可口非 而且都叫做起码 不是支持分裂国家的事情 实实在在国民党也是曾经统治过中国的 这个历史的事件已经成为 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认为是 但他真是个激男 即是男人的 他真是深男 激男啊 这个真是激男 台湾激男 他当然有咀前总统晚九 刚才曾比斯说 国民党那么像样 那位总统那位先生 前朝民进党的东西都不改回头 课纲都不改 民进党反对就切 说自己青年又怎样 什么都不改 跟民进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亲国民党 爱中华民国的人 都因为马英九而失望 嗯 他当然也说 一定要找回正确的路线 反共反台独 更加要找回掌中正 带领国家的奋斗精神 他冲心希望 江启臣能够带领国民党 彻底改革 那就找回党魂 重新做一个救国救民的政党 哇 他也是活在 现在都不是好像 我们经常说老潮活在八九十年代 他活在四九年之前 他比老潮更加大 因为其实他说 广州很恐怖 其实我也很想问他 他有多少年没有回大陆 哥 几十年 他还说 我们刚才有节目 都说了欧阳娜娜 他就说 没有种 但是我原谅他 这么说 没有种 我原谅他 有没有种呢 其实 可能欧阳娜娜 都是为了唱首好歌 不要说种不种 那些什么 不用种的 唱歌 是吧 我刚才也说过 你讲 你唱我的祖国 农庆台那种说法 我觉得就 恰当些了 有时 一条河就只是一条河 杜花就只是杜花 没有那么多政治意味的东西 在后面的 嗯 嗯 那逢孙范就很有政治意味 我猜不到他 他现在 其实他 他是 台湾倒内那种叫什么 急统派 他又不看下 现在的两岸的实力 是多么圓属 就算真心说有一天 有一天 美国真的 但是我觉得是不会 美国真的承认了台湾 他也是没有这样的实力 反攻回大陆 说真的 怎么统一 没错 你根本的实力 实在太圓属 比如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只能够 要再坐下谈 究竟是 大家两边的地方 可以怎么前进 只能够是这样的 而且 而且啊 而且啊 北京啊 国内啊 都是橄榄枝呢 新尽了 已经 底线 讲得很清楚 不过你呢 始终都是台湾倒内的 那个政治 就是这样的气氛 一般来说 都不是太浓口 但是当去到要选举的时候呢 那种的 反政治化又浮出来 就不停地循环 也都导致到呢 国内 我意思是台湾 台湾社会内 那种的 啊 不同的阵营 对立啊 又会激烈回来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很难说 有一个 拿到一个共识 可以怎样 和对岸一起 攜收合作 在没有一个 这样的 稳定的基础底下呢 只能够 被 成为一个 外国的棋子 譬如成为一个 美国的棋子 我觉得 这种情况 是对台湾人 是非常之不利的 这个我的看法 还有最大事就是 如果你真的 成为了棋子 的话 你是走在战争前沿的 是吧 你跟香港 香港没有武器 驻军也是解放军 但是他 在台湾外岛 其实也有很多的 军队 如果美国人又插一脚进来 之后 又搞搞到 真的 有一天 真的有这个 动武的 那一天 其实 就算美国人全部 全部支持台湾 台湾最后可能 都会变成废墟 起码 你打仗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生产不了 也不敢生产 是吧 有些人说 台式电 紧紧地握住 晶片 那种 7纳米製造 这个也是事实 但是 但是 还有其他厂 是吧 其他厂 你不只是做晶片 一个小岛 一个小岛 一个小小的省 你除了做晶片 你还有很多其他那些 那些水果 那些农民呢 那怎么办呢 要付出很大代价 是 所以现在 陆营都很害怕 再这样的话 我们会成为了这个 磨心 棋子 或者战争的前言 是会的 是真的会的 但是恐怕有些时候 希望不会太迟了 希望台湾地区领导人 上一上 停一停 想一想 你已经赢了 你再给那些深陆 或者独派夹死的话 对你整个省 是没有好处的 当然 现在他们也是 吹一样东西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所说的 国家正常化 但是 但是 台湾就是 中国的省 这个世界承认 当然 他们说 一个中国政策 现在就是一个中国 他们说 我看中华民国 那么独立行不行 这么说 我觉得 都是可以带来很大危险 有些人就说 其实国民党的行为 叫华独 其实都是 只是名目不同 只不过都是认台湾是独立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那天 宣布一边一角 或者叫做 中华民国 是独立国家 应该 很久 就是台湾省 就应该会 我不敢说生还是淘汰 但是 起码人民是过不了生活 有几年 不知道几年 总之有战争就大件事了 武统 有些说 你们经常都内约 不可能武统 我们没有这么说 我们都经常说 武统是一个选项 但是 再我来看 就 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我觉得 其实台湾问题 历史的原因就是 其实 冯水帆这个观点 我觉得没错 你说中华民国 没错 sorry 他也没有违反 这个一角中国原则 应该这么说 就是从一个中国原则的角度来说 他是没错 他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就是因为 一个中国原则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线 所以他为什么说 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坐在那里 应该有得谈呢 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遵守这个 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 但是当然有些 就是现在有些 刚才你说的 什么华读 那方面的东西 其实就不是 和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是吻合的 或者是违反了 可以直接严格来说 是违反了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是啊 所以好像有这类观点的人 是可以坐下来谈 而冯水帆 他最核心的错误就是 他不了解国内的发展 他以为广州还是很落后 这个就是他最核心的错误 如果针对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让更多人认识 认识中国的发展 认识中国的方向 那对两岸的人民 都会有更加大的好处 是啊 是因为台湾问题 其实是中国内战围下 围流下来的问题 就是 现在都有敌对状态 还没有结束 那其实为了实现 就是两岸统一 那中国政府 当然是有权採取 任何必要的手段 那其实採取和平的方式 就是最好的 就是有利于 两岸社会的共同发展 也都有利于 两岸同胞的感情融合 和团结 是最好的方法来的 嗯 那1979年中国政府宣布实行 和平统一的方针的时候 是基于一个前提的 就是当时的台湾当局 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冯瑞帆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就是他也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 那个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 是不是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 冯瑞帆是没错的 就是他是一个民国为民 而且是爱中国的 嗯 以前芒果佬也有一个观点 他说他都支持统一 不过他也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一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芒果佬以前都是一个 我实际说 芒果佬以前说的东西 都是一个激男 不过是国民党的男 那其实就是中国政府长期都考虑到呢 就是支持这个台湾当局的美国政府 是承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这个是 那现在美国又放一些东西出来 就说不是啦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这个是有 就是我认为是帮到 怎样和平方式解决这个台湾问题 那用哪一种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中国的内政 也都没有义务去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那这个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就是说是武统 其实不是针对台湾人 但是现在内地有些言论 就说武统我们要赌不要人 那样 这个就是全国家的方针去说的 这个国家的方针就是 就是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原因 就是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 而是针对制造台湾独立图谋 以及干涉中国统一的外国势力 是为了争取实现和平统一 提供必要的保障 武统系 是最后不得已而被迫作出的选择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国家为了争取和平统一 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当然了 之后我相信 都是会制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是令到两岸是可以统一的 那希望 就是我自己觉得 希望冯水凡就去了解一下 现在的中国大陆究竟是怎么样 是的 要了解一下他的乡下廣州 是不是他说得这么不堪 是吧? 究竟是 就是国民党可以做到 孙中山先生的位置 还是共产党成就了孙中山先生的位置 是的 世界大同 其实和习先生说的 意思都差不多 其实是一样的 还有你看一下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量 共产党是执行了多少 这个标准是可以量化去量度的 这个真的 是的 哪一个是执行孙中山为之的忠诚执行者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实共产党做了大部分 就是孙中山先生说要做的东西 大部分不是全部 和中华民国政府比较 就是中国共产党做的东西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做得到的东西绝对多很多 嗯 没错 没错 其实也是 就是据我所知 有些同乡会以前是挂中华民国国旗的 都是放不下那份感情 都是觉得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同乡会 都是以前的民国为神搞的 所以为老为神 其实都是他们搞的 所以他们都是 以前我现在不知道 就是那些感谢狀 有些是有中华民国的 那些老同乡会都是 但是我们同乡会当然不是 就是已经转了旗了 已经 虽然也是中华 是 那不同 就是这样说 冯老先生也是 用一个太旧的观点去看 第一方面 其实大陆改变了 第二方面 就是如果你还用这个观点去说的话 其实都是 在台湾都不是这么多人能接受到 就是两边不好都好 但是我也是敬重他那种 就是对于这世人 就是对于自己 他口中 他口中的 自己国家的 叫做忠诚 虽然中华民国都不是一个国家 只不过是 一宗国表之下 就是 但是 其实中华民国 现在这块土地 其实就是台湾散 好 那说到这儿 当然是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不过 要讲讲 刚才讲建国方略 其实建国方略 其实有三本书 其中一本书 就是一部分 就是叫做实业计划 那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实业计划里面 有哪些是共产党 就是完全搞定的 其实不少的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是这样 拜拜 拜拜